嗨 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熟离气象趴趴够 来到我们新竹坚石乡的纳罗部落 现在我敞扬在黄澄澄金黄一片的金斩花海 总干事 我看到这花海 这后面好多很漂亮的装置艺术 这个是我们的废铁回收装置艺术家 这个就是谢先生 艺术家就在这里 谢大哥 谢大哥 我看到其中一个 这女孩子跟我一样 有这个金斩花的头圈 是 对 她是泰雅公主 所以你这个创作就是一个泰雅公主 为什么创作她呢 因为我来部落的时候 我不是泰雅族 我是客家人 但是我看到泰雅公主的小朋友 很漂亮 很有意思 所以就想创作来敬重他们 表达我的泰雅族的敬重 对 泰雅族的敬重 然后让公主敞扬 在这美丽的金黄色的花海 充满阳光的花海 事实上总共是 现在可以说 整个四月份都是我们金斩花 最盛开的时候 而且来到这边是可以光明正大采花 没有错 无限采花 无限采花 做花圈 而且可以DIY 我们的护唇膏 金斩花膏都可以 另外其实好像 这个萤火虫的季节也快到了 对 萤火虫季节 因为我们金斩花是从二月底 一直到四月底 四月底之后就慢慢 萤火虫就慢慢出来了 对 而且尖石这边 有很多的风险很漂亮的景点 对 附近最近的就是那个 青蛙石园区 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游玩 所以这边有很多的 这个部落的餐饮 包括我们也有金斩花的套餐 好啦 当然如果说大家要来到我们这部落 要来赏金斩花 采金斩花 天气好不好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从卫星云图 我们要告诉大家 明天礼拜六 天气就要变天了 可是今天礼拜五 比早更加热 所以我们赶快 从未来这几天的天气预报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光是北部地区的高温 就上看三十一 三十二度 比昨天还要热 还好我们再三十一 可是明天封面就要通过 而且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北部地区会下雷震雨的 那么礼拜六的晚上 到礼拜天的清晨 北部低温甚至最低温 下探十八度 沿海空旷地区下探十六度 那么另外中部地区 这次也会下到雨 所以中部局部也会有雷震雨的机会 那么再往南走南部地区 最缺水对不对 可是雨就零零星星的 没什么雨 只有山区局部有一些降雨 东半部来说的话 明天也是同样的 而且东部其实也因为下雨 变得比较湿凉 所以没有关系 虽然明天天气不太好 那礼拜天 礼拜天很重要 礼拜天阳光灿烂 马上恢复稳定 那太好了 所以最后追随着树立的脚步了 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新竹的尖石 来到我们纳罗的部落 纳罗湾休闲农业区 一起来采金斩花 再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了 拜拜 拜拜